内接语言,然后直接怎么样呢,拉出来到一个端点,或者一个焦点,或者是你就拉到那个四分点也可以 OK,那再重复一下多边形 上面这个端点,数量的话给多少,给四个就对了,因为它是矩形是四边 所以这边的话呢,我们直接来内接一下,OK,然后直接这边的话,我就拉到这个焦点,或者给它一个点就可以了,OK 好了,之后的话,把这一个跟这一个,这两个元把它删掉,那这样我们就会在同一个的这个平面上面,同一个,不是同一个,同一个这个水平 这个是有点歪,这条线刚画的时候是有歪歪的吗?还是视觉上的关系 OK,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,如果说它没有在同一个平面,你断面混成就不会有 不会有,就是会有问题,那我们来看一下,再来的话,断面混成一序,一,二,有了,三 OK,好,那这样的话就做出来之后的话,各位可以做出来之后,其实它现在还没有输入 你必须按右,在上面你可以按一个右键 最后输入,有没有,你就确定是输入了,不过你可以怎么样呢? 这边还有一个相关的设定,比如说设定一个点,点的部分的话,你可以以这个上面这个当成它的端点好了 OK,好,那当成上面的这个端点的话,它需要一个端点,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个设定 设定里面,有没有,你在按右键的时候,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平滑面,按下去有没有,平滑面,平滑面,然后呢,平滑的这个拟合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法,法线指向,你可以针对是它的方向是为何,去做一个设定 做一个设定,其实,大家取消一下,OK 那这边的话,你可以去根据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设定,去做那个设定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四支五支四页,上面这边呢,有相关的一些设定 然后看,比如说突渡啦,或者是连续性,这边去做一个相关的设定,OK 那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,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试试看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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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